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先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看屏幕,他说 This temptation to cover the distance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reader To study his image in the sight of those who do not know him Can be his end-doing He has begun to write to please 那么,首先,句的主语是 This temptation 后面出现一个黄颜色的整个这些大驼子 都是它的后置的语 The temptation,或者定义一般叫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的诱惑 什么诱惑呢?第一个是 To cover the distance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reader 来弥补他和读者之间的距离的这个诱惑 因为作者、作家往往比读者 他的思维更超前 他的建议 这么一个诱惑 因为这样的文章 大家喜欢吗? 迎合大家的口味 卖得好吗? 多拿板税吗? 这个诱惑 这个between himself and the reader 是后置的诱惑于修饰这个distan 什么的距离 就是他自己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这儿一个诱惑 第二个并列的还是to do to study his image in the sight of those who do not know him 那么从根本不认识他的人眼中 去研究他心目中的这个形象的这个诱惑 还是修了这个诱惑 study his image 研究他心目中的形象 in the sight of those who do not know him 这是后置的语 这个可以看到壮语了 就方式壮语 如何来研究呢 就从这些人的眼睛中来研究 in the sight of 表示在某人的阳光之中 从他们来看 who do not know him 当然是定义从去修饰这个dose 到此为止 整个句的主语完了 微动在这儿呢 can be his undoing 可能成为他失败的原因 这个 undoing 表示失败垮台 或者失败垮台的原因都可以 这在三册这么讲过 这样冒号解释 为什么成为他失败的原因呢 他已经开始为了取悦读者 而去协作了 那么后面这个to please 是目的状语 写作为了取悦 而不是探索自己灵魂的最深处了 就这个意思 这里边我们看这个 来消弥作者与读者之间距离的诱惑 其实就是试图取悦读者 这个取悦读者呢 我们可以说 the temptation to please the reader 或者也可以说 the temptation to cater to the reader 用cater to也行 cater to是迎合的意思 就迎合读者这个诱惑 再比如说 lowbrow journals cater to people's love of scandal 庸俗那些期刊杂志 迎合了人们喜欢丑闻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爱好 这么我们看这个lowbrow刚讲过 就是庸俗的 cater to迎合 所以出事借此 人们对丑闻的这个爱好 本文中就迎合读者这个诱惑 那么可能会 另外从别人的 不认识他的人的眼中 来研究他心目中的刑警的 这个诱惑 in the sight of 表示在某人的眼中 在某人来看 这个我们也可以用 in one sight in the sight of somebody都行 如果这个人是个代词 咱们用鼠根放在中间 是名词放在后面 有的时候也可以换成 in one's eyes 或in the eyes of somebody 在某人的眼光之中 这个都可以 那么在不了解的 不了解他的人中 去研究他心目中的 这个形象的诱惑 其实就是 从读者这个角度 从不认识人的角度 研究他心目中的情形 从某个角度 咱们复习 咱们曾经讲过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从什么什么角度 那本文中相当于 to study his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se who do not know him 从他根本不认识的 就不认识他的人中 这个角度 来研究他心目中形象的 这个诱惑 因为这种容易好卖吗 容易来钱吗 这个诱惑怎么样 can be his end doing be one's end doing 表示是某人失败的原因 一般都是做表语的 be somebody's end doing 或者是说 be the end doing of somebody 当然如果这个人是代词 咱们太短了 就变成鼠歌 放在中间了 如果是名词 就用第二个搭配就好了 还是因为避免 同种矫情嘛 也不能说 be the end doing of him be his end doing 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例子 conceit was his end doing 虚荣心是他失败的原因 那个虚荣心 conceit 就虚荣 那么就不说 what's the end doing of him 因为代词太短了 变鼠歌放到中间 但如果名词呢 后置 greed is the end doing of many a businessmen 贪婪是很多商人 失败的原因 greed的名词叫贪婪 这个很多 many a 再加单数名词 就像many 加附属名词 意思一样 many a 这个形式比较正式 后面是个名词短语 就不用第一个搭配 而用第二个了 因为这名词比较长 放到后面去 那是某人失败的原因 有时用proved to be 被证明是某人失败的原因 proved to be what's the end doing 或proved to be the end doing of somebody 也行 我们复习一下 在第三册的五十课 新年的决心 咱们见过 三次五之后 有这么句话 one night however feeling cold and lonely I went downstairs and sat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pretending to read 然而有天晚上 感到寒冷和寂寞 我下了楼去 坐在电视机前面 假装在读书 that proved to be my end doing 这证明是我失败的 被证明是我失败的原因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快 我又滑入到了老习惯中 并且在电视机前面 打盹睡着了 proved to be what's the end doing 被证明是 某人失败的原因 这个可以同时被记住 他已经开始 为了取悦读者而写作了 这是第二段 我们看到这